六级的话可能凯南这边有一定的这个机会 那你下半区的对线像我们刚刚也说的 EZ选出来跟牛头 其实就是跟你打一个挂线的组合 如果说你来抓的话 牛头其实可以先手顶走一个你进场的人 就真没那么好抓 所以这场CSF的这个中叶 节奏未必能达出来 一旦度过到BYG非常熟悉的中期团战阵容 那确实团战就没办法说了 你事业还不太好做 两个还有个小鸡飞 追人又强又一坐 就各种各样来吧 我们进入到双方的这场较量 对 看一下两边一集团会不会有什么设计 应该没什么设计 这种观战局里面两边都不太会硬去设计 而且也得期待一下BYG的上单 换到亮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还是正常的一个会星建模 对 胡傻大叔这边带鱼身是比较主流的戴法了 你在这边带着真不久 想明白了不给你打什么初期 后期 打团就慢慢叠就行 对 颜鹿这里带着喜风的秘籍 哦 这里好像还看到了蓝色方放的这个视野 塞拉斯可能要在草丛里面放眼 放眼看一下对方照进后续的一个动态 颜鹿过来打一套 这个的话也是可以偷一个法律楼系带 对摸一下 这是 这卡莎就过来看一下 对 我就看你是哪里开的 是的 反正你这边的人也不可能有留我的技能 对 牛头一开始只有一个 你大叔一级升W 那就当我倒霉 对 好 这边是 被叠了个法力游戏带 BYG下路其实还可以挺赚的 现在的话打对方的这个下路组合就能够吃刀就行 对 吃刀能吃经验就行 就稳稳的 慢慢扣 对 一上来 剑模这里被打了一波小消耗 而且位置被卡住了不好回线 是 杜珀恩是可以一直利用自己的手长优势跟Q来消耗阿亮的 硬顶着回线 一级剑模 下路只上去了 但被Q了起来 看下伊特这边怎么说 反正直接打女坦 这波换血女坦很伤 对 女坦毕竟也不是带余阵的 而且他还是一级上去硬打了一波 其实他兵线是有机会抢二的 可能就找到一个刚好的机会吧 大树这边到三级 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被炎雀的眼位洞悉到了 确定大树的位置 大树一开始 尤其这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干个机会 还如说老老师刷 反正我刷的快 三分屏 同时看到三条线的情况 三条线都是由蓝色旺推线的 对 这样子的话 赵姓可以肆无忌惮的去 规划自己后续的行动 但是他这边的刷野刚好和大树是反着来的 所以说也不存在去野区找大树玩 这么一个说法 而且 那你对线干个的话呢 你兵线都在别人家塔下 其实赵姓现在挺没事干的 我也说 也不好跃塔 对 不对 他好像有想法跃塔嘛 眼圈能动 这样的话有机会四打二 这波四包二跃好了成 但是你必定面对牛头啊 看一下哦 但第一时间 一个虚弱一个进化 没有治疗 看一下怎么说 女塔已经没有骸骨了 要强行动化 应该在聘了 应该在聘了 知道这边来人 不过没兵线你怎么跃啊 是的 要赶紧把这个和线控住 抓对方冰锦是可以有踢的 对吧 踢过来的话 你中边踢时间也不好打 现在这个版本确实 跃塔的风险还是太高了 太高了 防御塔的攻击力啊 真的是有点难 这要是之前防御塔攻击力 那个版本 我告诉你 结果已经去了 不过这些中路 已经有点机会 打不了碰到 看一下后续 有儿子 有儿子 儿子过来加个减速 是的 有一个减速 但是这里 看一下女塔交闪 那只能换闪了 B闪了 这一波不能白来啊 我来一趟 连一个闪性都没打招 这我是接受不了的 是 这个树儿子在逃跑的时候太烦了 他这个减速45%还是挺难顶的 挺难顶的 你前期谁有这么高的移速啊 你炸一下的话就别追了 那树儿子抱的油开始啃 塞拉斯也是垫了一个小摩抗 那这样的话 可能还是要做摩抗血 然后确实左边的控制还是挺多的 大树回家先补明朗靴 可以接着刷吧 嗯 再不出事就行 EZ在单线的补刀上是稍微有点领先的 而且是可以先行把线推掉 回家补装备 对 其实现在整个来说 BIG打的挺舒服的 嗯 该有的线全都有 然后发育也没落下 对 就是你初期推我线 我在塔下吃冰 然后我野区也没亏 你又没跃我 嗯 核线嘛 也是一人一个 所以整体来说 初期CHF并没有打出线 Kino来上 但这个QE没给到 一技能已经交掉了 有机会吗 亮塔下冰线太多了 算了 对 就是错吧 这一波如果杀不掉的话 自己都太亏了 就炸了 而他QE没打到 QE打到的话就可以跟的 是 QE打到能够拖足够的时间 这边看一下AWS给我们呈现的 现在的等级情况 嗯 基本上经验都没有差距太大 对的 这么发运下去 是BYG非常想看到的局面 是 赵姓跟女坦想在下路合道处 做一个联斗 先把眼排掉 现在CHCHF有点急 但是BYG这波 蹲得很好 有机会冒了 傻石阵晕倒 女坦也过来 虚弱给到的是一个赵姓 赵姓DC也被拱回塔下了 赵姓可能要死了 但斯雪被塞拉斯的Q技能后续跟上 后面都还能再打呢 盐阙这个位置全是萨石掌 不好打伤害啊 那女坦可能也要捐掉了 塞拉斯的士军突 再说的 你还把他抬回来 小路还拉到了后续的一个TOLY 还好对面没有W的技能CD了 而且 牛头在旁边这个时候 人家啥也帮不了嘛 是 这一波BYG的反蹲做的非常优秀 因为他也发现了 CHF现在有点急 对 他急于起节奏 嗯 那看了一圈 下路EZ不好抓 可能只有中路了 是 于是让塞拉斯卖了卖 然后野斧在后面的反蹲 这一波打完 其实CHF初期所有的部署 基本上全废了 这一波确实还是太着急了 因为我记得 他是有两片的野区梅一刷 对 对方的野斧 没有出现在地图上的情况之下 想要跟队友一起动这个塞拉斯 但塞拉斯现在确实 你没有中场手段 对吧 你还是不太好克制他 主要还被反蹲到了 大叔在这个时候 参团的作用太强大了 嗯 达伦抱你一个Q技能 把你近身的这种肇性 女塔一击飞 你在这个时候是打不了伤害的呀 对 这波的话就有点太强性了 但是没弹到撒之阵上 也没有悬晕 所以给他异性能拉开距离的方式 而且又套了一个虚弱 后面的话是塞拉斯 自己用潜掠吃了这个选移 但也无据于是 无所谓 正面的话还是 大哥太能顶了 大叔就有Q太烂了 嗯 这Q的击飞 配合牛头的击飞 真的是让你没任何办法 主要你 打到英雄的情况下 又能捡自己的被动CD 对 这大叔这个选择 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起码给CHF前期 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 嗯 这波挺伤的 因为赵新闪现也没了 嗯 这把上楼的建模 就承担了一个 你过对线 我知道你长手打我短手 你会舒服一些 对 但我只要不出事 我队友已经把对面 安排过了 这个塞拉斯等会儿 中期会非常猛 对 但延屑的话 可能要进入到自己 非常刮痧的这个时期了 中期CHF这个阵容 感觉有点缺伤害 眼圈还是等自己的两斤套 伤害可能会更高一些 对 但右边的话 基本上后续都会陆陆续 把这个魔抗给补出来 甚至说 建模可能还会像上一局 我们RNG上单这样子 做一个引魔刀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中上 包括说 其他几个单点的AP伤害 都没那么高了 对 现在领先了1000块钱 就两颗人头的钱 好 CHF现在不仅要考虑伤害的问题 你打到后面的10分钟 你还得考虑谁去补这个重伤装备 对 这重伤装备 现在其实性价比没那么高 就补了 如果大C补的话 其实挺伤的 对 然后你其他的小C 招心有用不太适合 嗯 现在先锋时间点8分多钟 直到了 这一波有6EZ 带牛头过来保护一下 要不要出场 进化不解了吗 还要再打 交闪线还是被Q到了 但这个闪交完了以后 啥意思啊 那走了呀 赵心在边上 后面的话 牛头被打回塔下 哇 BIG下路给机会了呀 BIG 我有点后悔 他这个进化一直不解 进化直接解 然后交闪往后拉的话 其实女塔没有后续的控制了 上路二号处内 拉回来 看一下开大面要追着打 凯南这边有大招的 所以不慌 还没着急交 但是这个时候 大树在旁边打先锋 先锋小龙的互换 做了一个互换 这一波说实话 EZ操作是 没想明白 对 有点掉以轻心了 对 你别指到 其实解女塔的Q 然后交闪往后拉就行了 对 而且第一天被挂到引人之后 也不打算起 就或者说 你这不是想好死 但是他又交了个闪 那你就啥都别交了 对 啥都别交 我也能接受 就这波啥都想来点 是 胡傻来到上半区 这一波的话 因为大树本身有一个打盖 他可以先扛塔 大招直接扑过来 看一下炎雀 也用大招来了 看一下 这是假炎雀 正面的话 Erdori在塔下 看一下能不能换一个呢 胡傻扛塔扛得太久了 还是死掉了 这一波自己还抱上去了 好像 这一波的话是偷了一个炎雀的大招 虽然说伤害端上 补足不了什么东西 但是他能支援 赶路 对 这波赶路过来快速杀掉 不过还好你一坦及时到了 那这样 一坦一还可以接手 赛拉斯三个人头 赛拉斯这个英雄 你前期让他吃到太多头的话 他是很容易不起节奏的 是 而这英雄 你没有中伤手段的话 他可以一直战斗 这把的话 他也带的是一个征服者 这蓝麦夫姐给EC了 这凭什么 这个有点舒服 可能就是这个线 被控在对方的塔前 EC说我没事干了 你来不及了 你来不及了 我来吧 你再上 算了我拿吧 免得被对面反了 对对对 很合理 看一下刚刚这波的跃塔 这第一时间是大树在扛 女坦虽然说已经意识到 对方可能会越上当的凯南 赶过来 但始终还是救不住 对方人员过多 赛拉斯有泳装了 正面再补一个辅助的小控制 Q1没打到 这剑魔的Q1命中率 其实并不高 凯南有眼不先放吗 那要被抓了呀 闪现过来 直接达不了定中 Q往回拍 那凯南没大没闪 那走了呀 Q2也没击飞 Q3中了就行 但感觉 亮的这个剑魔 确实命中率不高 其实看对线 看了他很多了嘛 对 很多波的这个对抗里面 Q1都没有命中 中路赵新想来蹲 但是这边有闪 有勇霜的赛拉斯 太难抓了呀 溜了 想去上路吃一波线吗 然后凯南现在也没有复活吗 实时的经济 赛拉斯是来到全场最高的4000切 这波也是害怕 对方的大叔就在边上 把这个先锋放出来 这样的话 伊塔会掉的很早 但这样凯南的发育 其实有点难受的 对 因为他本来就对线谁 来中路抓兵器吗 交闪现躲一个夜 Q也不够距离 大招只给到了一个减速的效果 反手给到一个大招 达不了躲了一个延拖 很关键 卡莎直接飞到脸上来 但赵新这个大招 直接把对方的全人给扫走 这一波赛拉斯选的太正确了 你也就是一个赵新的大招 他并不是想要进攻 而想要保护住自己的大树兄弟 还是BP上的那个问题 你反手选一个赵新的话 确实又给赛拉斯补了一个手段 送上门来 对 送上门来的大招 扫一下 看到了 赶紧溜 赵新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这毕竟是个牛啊 先锋放下 那下路一切塔也有了 其实整体节奏 还是在BYG这一方的 关键吧 EZ会很肥 对 而且一开始我们也说了 CSF这把其实是有进攻压力的 对 但他初期并没有把自己的进攻节奏打起来 前锋没人管吗 这也能再撞一头吗 赵新就没管这个先锋 他觉得撞这一头影响不大 就该掉的都还得掉 对 那不然呢 他明明有机会阻止他的 他不刷那个石头人就行 他刷完往下走都行 对吧 他就回去了 觉得应该没什么事 对 大叔连金冠 EZ三项 该有的神话都陆续在补了 是 主要是度过了 我觉得BYG可能比较难过的那个时期 现在赵新和延确 一直没有起什么节奏 延确到现在还是0.0 对吧 挺难受的 对 现在你根本挡不住大叔想去哪了 对吧 他去哪 提前用异性能把这个视野一扑 然后你正面的话 卡莎现在还没有进化 攻击力还差一点 好 补了一个长线 这一波可能 亮会有点给机会了 同样的剧情跟上一把 会不会被 一到了 闪拉出来了 打灭开出来了 哇 这个雷的范围不够 对吧 还是距离差一点点 倍量回到了塔下 主要是水晶鞋 对吧 有水晶鞋 有水晶鞋导致控制时间缩短 没有能够把它留住 是的 这波也是交了蛮多的大招 最终还是没能抓 抓死这个剑膜 那你这一波 女坦大也没了 那你小龙 凯南大也没了 你这就 别想打小龙威啊 是 然后中路EC又过来继续吃肚层 这把EC选舒服了 对 就一直在发育 一直在发育 除了那一波 莫名其妙的闪现之外 感觉EC现在没遇到 什么样的阻碍 对 那左边这个阵容 没有办法把伤害 打到EC身上 只要他不主动失误的情况下 是 而且其实对EC来说 等级很关键 现在都是流行那种 辅助六级 就不知道去哪了 一个人吃线 你看EC9级了 对吧 辅助牛弄才六级 他这种单人吃线 反倒升级会更快一些 对啊 就很舒服 因为他自己也不用担心 被对面抓 那这样的话 叫小龙应该可以顺势拿下 野斐也来 要保着卡莎 推这个外塔 这边是拿了八层肚层啊 BYG是把肚层拿得很舒服 对 也是知道下路的小龙抢不了了 牛头就在后面看 看一下对方会不会越 应该不敢越吧 这可是个大剑膜啊 旁边还有牛 OK 大叔在这里 直接把这个小龙拿掉 对 BYG的节奏还是很舒服的 是 小龙也空了下来了 14分钟 这波还想来吗 岩阙在我这边看 岩阙可以封路 BYG还不让吗 这个时候你下路小龙都拿了 建模没有大灭的 牛头应该是最烦的 要不要开大 要不要开大 直接 先动牛头 牛头死掉了 卡塔的是一个Race 交个TP保一下建模吧 牛头死就死了 你都来这么多人了 旁边这里怎么说啊 一个9级的照线 直接开大 想过来硬拼EZ EZ交闪了 最终还是 那女坛只上来 女坛没有后续的一个蓝量 后面的话看一下大树绕后了 大树这个位置 封了一个很不错的后路 还得是大树呀 大面在持续 Race这个位置 又是被W挡住了 惩戒回一口血 但是无济于事 五剑魔蓄起来了 还要继续砍 后面跟着一个撒死 但这个大招 微不足道呀 大树又抱了上来 这边还想继续追 但一个异技能 直接扑碰到撒石阵 是的 哇正面 根本没有办法打团 这个大树来的位置 就彻底断住了你的撤退路线 而且BYG这一波团 也是像我们展示了 为什么没有人管EC 确实EC这波团里面 在后面负责 加油诸位 就Q一场 正面三兄弟 这也是我们在BT的时候说到 为什么说BYG前三手选的很舒服 刚才这波团战 就是像我们证明的这前三手有多猛 对 而且这三兄弟都有回复 对 是吧 就越打越能打 你左边这没中伤的话 真的处理不掉 而且左边现在伤害也不够 来看一下精彩回放 牛肉这个时候是最尴尬的 牛头最烦的就是开打之前 先被人消耗 然后要开出来也是被直接带走了 毕竟有四个人啊 对 需要给也无惧于事了 后面看一下 挖口第一时间 他虽然说被赵姓捅了一场 但赵姓这个位置 其实是想跟EC做一个单挑 他其实可以往下走的 对 但他将闪下来以后 发现女坛反而上了过去 而六眼边大树一波绕后 W加Q往回拍两人 同时拍掉了延确的闪 是非常关键的 大树后续的炼金冠还减速到了对方的中间 对 然后这一波赵姓的震王又刷新的大面 你可以看到现在凯南的大招刚刚转好 这就是上一波越对方对吧 交了很多大招的 呃 想抓剑魔 是 交了很多大招嘛 成为了一个伏笔 被迫开启的大招效果又非常非常一般 嗯 然后又是掉了先锋 那这一波打完赛S401 关键上路的剑魔也肥起来了 而且正面的团战 CHF现在几乎是接不了的 没什么接的空间 赛拉斯包手其他的几个队友都在补一些魔抗的装备 也不给机会 是 在你本身中上发育不好的情况之下 你在被对方补一些魔抗装备 你证明就根本没有办法接团了 打不了 打不了 这边一加全球是给到了BYG的中单 打野 打野 这个大树 选出来确实有效果 是 这也证明了为什么大树在这个世界赛版本这么的火热 主要刷野野也快 然后几波关键点 你时机只要正确 嗯 他留人是很简单的 对 只要不出现亚洲捆绑 就只要在 只要在一个屏幕里面 你能够看到对方的人 你打招就基本上能中 对 主要是打不了 对 主要是打不了 哎 这一波又发表 三个人抓 阿良应该是跑不掉了 这波单线带了有点深 旁边 你还没有视野保护 那周路能不能够反打一个呢 呼善了大招开出来 赶走对面拿防御塔 但是没有兵线了呀 是 现被炎雀给处理掉了 这波可要被反打了 呼善要交闪躲沿途了 这个人头可能能送回去 有点操神道理 他这波交闪上去 打不了人的话 这么也杀人了 对 他想利用这个大招 他这个大招是 越到后面 他爬得越快 对 所以一开始 看怎么能藏一下 这种当人面方 能被大树弹弄到 除非是地形很差 不然还是挺难的 有强体帮你做一个助攻 但刚刚差那之间 敏捷也是在上半区 把这个上路的外塔给推掉了 回家补出了女妖 在这边 这个赛拉斯确实也很能打呀 左边 根本没有这个财力 去补一些重伤装备 你现在补重伤 你伤害就不够了 但对方的这个上中野 这三个大哥 会很开心 你越不补他越开心 现在就是很开心啊 现在只能通过抓边 然后缓解一下局势 现在有点捉襟见肘啊 就你既要补这个伤害的装备 你还得考虑重伤的问题 就说白了 其实这个阵容 说白了就800块 最起码得来个800块 又来抓了 台交闪躲 还有灵光披风 一技能又躲一个太阳要斑 就阿亮根本不虚 他巴不得你把所有的这个关键大招都交到我身上 但其实这连续两波在边线还是给到了一些机会的 不过中塔终于能拔掉了 这一波直接把先锋招在中路 看一下 甚至能够撞二套 赛拉斯这个时候再带下线 而下线的话 凯南又只能勉强过去看 下线感觉要没了吧 这样带的话 因为叉角力毕竟刚才撞过一头了 是的 Kino在旁边敲招 瑞斯这里也只能打一点点小的伤害 一坦没大 你先锋根本没有办法开团 他就算上去的话 其实正面赵新加卡莎这两个人伤害 应该也杀不掉对面的谁 对的 除非EZ很给机会 但EZ有闪 另外一个大树一个牛 你说你杀哪个吗 对 而且右边你看狂猜捕护护甲装备了 捕完魔抗补护甲 小龙再一空的话 BYG这一把这个节奏是牢牢的抓死了 不会给到左边一点的机会 凯南现在你看他这个发育真的是太难受了 上路外塔被推掉 下路的一塔二塔全没 怎么说呢 就我觉得CHF这个阵容就是 中野你不起节奏就没戏 所以第一波四包二越下其实挺关键的 但是兵线被顶在了外面 没有攒兵线 没有攒兵线这波你是越不了的 就为什么说攒兵线 不是说兵线能帮你输出什么东西的 主要是他能够给你更多调整的空间 对 又是上路 这边上路的防御塔迟迟退不下来 3S装备可以啊 后面是基本上都 又要补金身啊 都各种防具 对一般我们看到的 他甚至这种领先出防具 等于无敌的道理 是的 活着就是输出 只要我不给对手机会 因为我们看到 他可能会在第二件的时候 补一些防御权的装备 就金身跟女妖看阵容二选一 然后后续第三件可能会补一些输出上尾帽子啊 他是三想啊 他是都出我都要 我都要 第四件来个自然之力 太过分了 心界虚实 心界虚实对吧 但一般真的很少 玩的就是飘逸 功能性拉满 看后续啊 现在BYG在陆续的做整个上面去的视野 看哪个链金怪想要留人吗 抱不住 抱上他对位跟不上来 是 逼一波走位吧 先把视野抢一下 现在毕竟二分钟以后了嘛 大龙可以稍微给点压力 嗯 现在CHF不出来主动打 其实BYG想要去强开也没那么容易的 对 那左门一个阵容看到大叔就是一个文术丧板 文术丧板 是 这玩意儿抱上来我实在处理不了 主要你也解决不掉他 他那个踢又能把我踢那么远 感觉这个大叔不光儿子扔的远 脚踢人踢的也远 是的 下一个版本改动 削弱大叔的四肢 就真得看一看 你做一个这个老叔凭什么有这么高的激动性 挺离谱的 是的 回家 而且现在出了个大冰心 EC的摩切也有了 嗯 EC现在开始出具战斗力了 是的 大叔有冰心哦 这卡莎其实未必能够解决掉他 A不出来 不然是你在A的过程当中还要小心 塞拉斯对你的 威胁 对 然后还有这个剑魔 蓝色王也丝毫不敢掉上半区的视野 即便说再难做的话也得补充过来 是 然后正面的话争取给凯南去补一个法唇杖的 哎呦 要捅上来捅牛吗 直接开了 盐阙开大招扑过来 但侧翼的话有忽傻 忽傻大招 捆住了对方的一个正面的人 看看后续 凯南跟剑魔同时交替来到正面 徐说给到的一个招进 但塞拉斯这个位置你强入进去 大招还不开吗 大招开出来 自己很能卡 而且自己后续的话 还有个保命的手段 剑魔在这里持续的刷新自己的大面 还在追着对方的卡莎 卡莎的蓝带已经消耗殆尽 后续只能交闪现躲一个暗逸利人 那图铺这个位置大招交掉的情况下 BYG可以转头去打这条男爵 直接打大楼 因为现在只剩下一个没有大招的凯南 和一个没有双招的卡莎 这两个人对销大龙是产生不了任何影响的 牛头想在正面单防对方的其中一员 回家 补出金身再踢过来 正面的话卡莎想要去把这个带战略点的塔给推掉 不干掉 不推了 但这样比赛基本上就可以宣告结束了 是 BYG这条大龙再拿这个经济的领先 又快来到了一个八千了 而且说实话 这盗版造型大招比正版开的好多了 是的 主要还是你没有中伤的情况下 然后自己本身发育也落后 你确实处理不掉对方的人 而且这个牛上来就是给你开的呀 有大招过来顶到剩半血 然后炎却下来以后直接被大招的大招捆住 有金身 但后续的话确实依泽瑞这个大招也刮了过去 他只需要在后面一直放Q 然后解决前排 BYG就是打那种持续性的阵地扇 哇牛头的阿尔斯进场也很不错 对 你看他根本是 就伤害也还可以吧 毕竟两斤套 这个叠满 但是没用啊 等你伤害能去打单独建模的时候 你队友已经死光了 就没有输出环境了 建模也补了一个死亡出来 看一下下篮区的视野 CHF根本做不到 被减速的罩线也只能疯狂在牛头躲EZ的技能 民级的位置 你看到 整个视野都是黑的呀 而且由于初期下路二塔破的比较早 下路兵线其实是有压力的 凯南现在将将补出自己的第二剑 直接补个法川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有牛头有大树 你并不是那么好进场的 对 反而塞拉斯你要小心一点 他过来偷你的大招 他偷你大招说不定比你现在要厉害 是的 物尽其用 来中路队 中路带着大浪BUFF 已经来到了塔前了 中二塔肯定是守不了了 把重点放在守高地上 盐阙想吃上路的赏金塔吗 但是盐阙不回来的话 正面高地就要直接上了 你没有办法处理兵线 大树直接开大扑过来了 捆到一个女塔 但不着急上 偷了一个女塔大招随时准备开 是的 先把中路的高地破掉 其实这时候可以分一部分人转下了 因为下路的兵线也到了 这时候看能不能同时破两路 中路已经破掉 下路直接从侧翼压过来 下路高地有点 哎呀 盐队也突空了 那下路高地塔也没了 这一波直接开你了 勇双定到两个锅 直接一拥而上 正面实际是一个溃败之势 后续的话建模还在刷自己的大面 盐阙在这个位置 这个伤害也不是特别的够看 那这样中路 加上下路两路被破的情况下 BYG后续阿俩还想交一个闪现 再做后续的进场 中路兵线已经濒临撑下 两座梅亚塔显得是那么的脆弱 那随着两座梅亚塔陆续要高破的话 BYG应该是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打完一波盘就说一波了呀 是的 这个你后面没有人能够守得住 对面五人棋的情况下推塔了 那这样也是可以让我们恭喜BYG再拿到一分 目前的话BYG的这个分数的话 也是再往上涨了一分 来到了一个2比2 2比2 这个有后面打的机会还是有的 那小组第一吧 也不一定 现在小组第一不是听到很混乱吗 小组第一现在是两个三杠一 对两个三杠一 欧美各意识战队 好 好